中国女排暴冷两年惨败 救出球队最大水祸 拖领营后腿无力回天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众所周知 那么最新的中国女排的话 在菲律宾这边的比赛是继续在进行当中 那么目前的在最新落下 为目的一场比赛当中呢 是中国女排在第二战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加上一场输给日本女排之后 加上一场输给美国女排之后呢 其实对于中国女排的打击呢 还都是蛮大的 但很多球迷的还希望了 我们能够在接下来最新这场比赛当中呢 能够去反败为胜 但很可惜 最终的还是因为整体的状态跟实力呢 比不上对手的话 中国女排呢再次吞下了惨败 那么目前的一两年半呢 结束了第二周的个比赛 可以说这一次输给日本女排的话 对很多球迷来说呢 多多少少是有些意外 有些失望的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的惨败呢 是暴冷惨败 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女排 目前在整个世界的排名呢 是要比日本女排呢 要遥遥领先的 而且呢我们在整个亚洲当中 在过往根本都是霸主 所以呢在过往呢 我们其实都觉得中国女排的话 其实要比较轻松去打败日本女排呢 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很可惜啊 最终呢我们不仅是输掉比赛 而且呢是输的1比3 关键最后一场比赛当中 我们只拿到了可怜的12分 那么如此大的一个差距呢 实在是让很多球迷接受不了 那么我们回看本场比赛 其实可以发现了中国女排之所以惨败的话 其实说实话的 我们不找其他的一些理由和原因 就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的实力啊比不上对手 尤其是个别方面那些球员的整体表现呢 确实辜负了球迷以及蔡斌的一个期待 所以可以说啊 他们这个球这些表现糟糕的一个球员呢 也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啊 遭到了不少的一些球迷的批评 尤其在这其中呢有一个球员呢也在这一次被批评的非常厉害 甚至有球迷的批评他是水货球员 拖了整个球队尤其是主力李盈盈的后腿 从这场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 如果说要挑一个比较表现糟糕的一个球员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队长袁兴岳了 说实在在复工方面的话那么袁兴岳他又是一个队长的身份 本身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表现好坏呢 其实最终是关乎到李盈这边整体的一个配合 能否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能否给到对方呢制造一个更大的进攻威力 但是整场比赛下来说实话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不仅是这场去面对日本女排的比赛 包括在前面那场比赛以及 第一周去面对泰国女排的比赛 其实袁兴岳整体的一个表现都是比较一般甚至是可以说是比较糟糕的 那么在本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的一些球的处理啊都是软绵绵的 打的探头球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威胁性 所以可以说呢他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啊这个表现效率的话 其实反倒给了对方的更多的一些进攻机会 让对手找到了我们的一个弱点 所以因为复工方面来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加上一些主攻手还有说 其他方面的一些球员也比较疲劳了 导致中国女排在本场比赛当中呢 越到后面体力越不行的一个情况之下 表现就越为糟糕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啊那么作为队长的话 又是我们的副攻手主力的话袁兴岳这一次真的是拖了整个球队的后腿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难怪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有些球迷确实呢也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就主要是也想不通说袁兴岳为什么这么多场比赛的状态呢 还调整不过来 如果说是因为伤病的原因的话 可能对于蔡斌而言的话是否应该考虑让其他更多的一些年轻球员上场去锻炼了 比如说像杨涵玉正义心啊他们都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蔡斌是否应该让队长好好休息一下呢 中国女排虽然说现在正处于一个新老更替的一个局面 但就是因为距离这一点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更应该把更多的机会给到年轻球员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说那么像我们这些老队员如果真的很疲劳 没有办法打出状态的话还不如呢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让年轻球员顶上来说不定呢能够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所以接下来也期待下一周的比赛中国女排呢能够反败为胜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